近日,一款编号为GFX1201的新型AMD GPU出现在Geekbench基准测试数据库中 展示了其强大的性能 这款GPU配备了约16GB的显存 并在测试中达到了2101MHC的最大频率 AMD的每一代GPU和显卡产品都会采用不同的GFX代号 例如,Navi31对应GFX1100 而Strix Point和显则对应GFX1150 而这款GFX1201GPU采用了全新的GFX12XX代号系列 预计将对应Radeon 82004系列显卡 GFX1201GPU配备了28个Compute Units 相比之下,在RN3架构的Radeon 而X7900XTX显卡的测试结果中 Compute Units一栏为48 这对应于VGP的数量 如果假设RN4架构没有对基本架构进行重大修改 那么GFX1201将拥有28个VGP 及56个计算单元 这一规格在RN3产品序列中 接近于配备60个计算单元的RX7800XT 在本次测试中 搭载GFX1201GPU的系统 配置了英特尔酷热爱712700F处理器 华硕TUF Gaming B660 M Plus Wi-Fi D4主板 以及约3200MTS的16.00GB DDR4内存 这属于主流中端平台 显示了GFX1201GPU在性能方面的强大潜力 赞用探索的检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